写生具有了解自然 研究造型 感受气氛 寻觅灵感 陶冶心灵的功能 虽然人间美景总是转眼即逝 但欧老师仍将旅游中的一景一物 尽可能地描绘下来 这些写生稿经过仔细的装表 也成为蕴含于画家胸中的山水格局 与尘域 细度 水手就把经过的地方都记录在我的写生本子里面 好像这里呢 好像这本呢就是桂林 桂林 桂林的橡皮山 泥江的那个古城里面的 一带的这个古鸥 原来留下来的古道 我都好好把它写上记录下来 当然桂林是我们中国的最蒙寐以求的一个地方 我就是原图啊 我在船上的话就在船上原图画 就在船上就这样画 那么我在黄山也是把山路一带和经过的地方我都都入画 这些也都全了 还有晒鞋 像一个鞋子晒在山顶上一样 你看甚至画两笔重的 船已经开走了 那也没有关系 时间充分 或者画了很几次 时间不够 我就随意 也把它 做出一个记录 明朝唐智契 在会事为言里 也有要看真山水 与画有自然两段说法 强调画不但法骨 当法自然 写生的观念古已有之 尤其传统绘画 在吸收西洋记法之后 写生更成为画家不可少的功课 以下就是欧老师在乌来附近 所做的瀑布写生过程 这是我们到乌来的 最近发现一个新的瀑布 性贤瀑布 这时带了画具 带了水墨 对画具带了笔 在那里当死写生 那么写生当然就是比较 以术写为主 但是我还是用笔墨 去做术写 以从创润的水汽墨 对于这个瀑布两旁的树 跟两旁的石 就是这个石 就是流水 泉水的边旁一定有石 有石壁 在这些地方我认为有水墨 有笔墨的一个表达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具体地写出那个 流水的种种 也加上水的浅磨的笔 表示流下来的泉水汽 那么在那样子 就虽然是匆匆的 很清脆的走笔 也已经能把那个山区 我所看的 信贤幅部做出一个介绍 留下那个写生的一个记录 那天还不止一张画的写生 我回头也回到乌来泊布 在时间的许可的情况 我这决心就画 那个泊布的下面那一点 那一层 进出的石壁 当然先画嘛 这是很具体的 再加一层下来 再一个石壁 又加第二层水下来 那么在杨尼 我大家共同看到的 感受到的 也是一个难得 能有把一个大自然的全景 那个泉水的 泊布的景物 有所操作 何况前天 我在作画的时候 后来就开始风带 再来个雨带 就在风雨之前 我看到那泉水的飘动 那个泊布的飘荡 这个对雨后的经营 也有很大的印象 是我这次写生的心得 那即使是照片 这次写生的心灭 在你身旁边 有什么样的 感谢 感谢观看